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月二十号我们的经济委员会在对这个矿业座专案报告的过程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委员询问到现在包括我们最争议的亚宁个案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经济部的官员却都是含糊带过的 那在委员会咨询的隔天我们就接获到民众的 这要算成情吗还是告密 然后说其实在委员会召开的前一个礼拜 也就是三月十四号的时候 亚宁二十年的展现就已经通过了 那其实在这个消息传出来的一开始 民间团体跟经济委员会的委员们都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 大家都觉得说这可能只是一个误传或谣言 但是没想到这件事情居然是真的 所以经济部他在三月十四号 以他十一月二十三号开始送件 短短包含新年三点五个月的时间 就火速通过了亚宁这个争议个案的展现 他不但是史上最快 而且是史上最肮脏最丑恶 为什么 摆明了这个国家 他在民间团体在民间社会的要求下 终于承认我们的矿业法治是有问题的 我们的矿业开发制度是千疮百孔的必须要改革 但是他们在改革的前夕 却让最大的指标性的财团 指标性的个案通过了展现 延后了新法对他二十年的适用 我们忍受了四十年 是不是 我们被迫一定要办理我们所住的地方 目前为止都这个样子的 你看有些人有土地全壮 因为怎么样 还上不去 还一样不能使用土地啊 我们住在山下有三排丢掉人命 山上挖了一个大洞 每次下大雨之后怎么办 淹水了 这个水是自然不见的 可见的是这个地质状况已经不稳定了 什么时候会灭村 什么时候跟小林村一样 什么时候会跟那个河中部落一样 大汤要放大落石 危害我们部落生命安全 不知道 像我们2016年水泥的整个产量呢 外销产量高达三百二十三万公顿 这么高的一个产量 那亚泥呢 它去年的外销产量是一百四十五点五万公顿 占了它整个比例是大概三十六%左右 那台泥也是 占了一百七十七点五万公顿 那整个比例也是占了大概有百分之三十左右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产过程中 它会产生的一些大量的臭氧 还有酸雨 还有悬腹为例的那个 P2.5 大家现在很关注了这些全区物的部分 大家一直在想说空污空污 可是其实很多的这样子高能 包括石化的部分也是 还有我们的水泥产业 我们正在英国开全球绿人大会 我们得知雅妮按此事的时候 我们非常焦急 在会议的休息期间 我们把声明书翻成了英文 然后在会议期间 邀请各国的绿党 就是跨国联署 大家现在手上看到 我和博凯手上这些签名联署 我们总共邀请到了三十几个国家 一百位左右的全球政治人物 告诉他们说 台湾政府正在做这件荒腔走板的事情 大家都非常讶异 因为台湾很自豪的是在 亚洲华人社会的民主成就 但是他们问说 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环境开发 无视于原基法 无视于环平 那这些免告知 免环平 免调查的过程 大家很讶异 这真的是发生在台湾吗 然后我们说是的 而且这个是在民进党执政下 他们国会席次过半 又是执政的状况下 他们竟然还要强度关山 都有自己的身体自主权 那我想跟对方发生 可能性关系的时候 其实要经过对方同意 那如果今天政府 如果定个条款说 你在没有经过对方同意之前 你先汇钱到他的户头里面 然后这个性行为是合法吗 这个性行为拿到就会变成合法 但是我们现在的旷业法第47条 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条款的概念 那也许 因为在这旷业法第47条规定里面是说 今天就算两边协议不成 你没有经过当地的部落 主人的同意 或者是当地居民的同意 那如果协调不成 原则上 他还法条的规定是说 你必须要让居民自己去跟民事 去跟法院去缴一大笔的裁判费 你才能进入这个诉讼官司 这时候开发单位可能再付一些少少的租金 再给这些居民 那这时候等于就是说 开发上去取得一个合法的强奸他的一个 强奸他的一个条件 我们希望今天如果这个矿你非才不可 这个区位你非才不可的时候 你相关的法定程序你要见习 相关的法定程序你要见习 可是你看环兵法83年通过到现在 一直环保署的公文下来 就说旧矿不必还品 好原刑法94年通过了 行政院张景森先生 林万一先生开一个会议 在法律上根本没有效率的一个会议 就说不好意思 矿业权展现不需要经过原刑法21条 不需要我们住在下面部落主人的同意 那一直公文 法律定位在哪里 你告诉我 翻翻程序法 你告诉我这个定位是什么 它还没有法律效力 德国我们不要讲德国波兰那么先进的国家 人家对岸中国人民共和国 他们讲什么 他们就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原则 谁开采谁就要负责富裕 谁获利谁就要负责 那但是我们的中华民国的矿业法 有要求财团散尽它的企业责任吗 其实没有 在国外讲的一个富裕 是要把土地要富裕到什么程度 富裕到原本可以使用 我原本做耕地你就要让我可以耕作 我原本是林地你就要可以做林地使用 像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但是我们没有 就说只剩富裕就好了 就说这个水土跑子做好就好 那我们其他国家讲的是什么 就是你要调整 不是只有自然环境 还包括社会环境 你都要去做一个富裕 都要做一个改善 可是我们没有 那这部分难道不应该极快修法吗 第一个他一定要落实我们在地居民的程序参与 还有权力保障 然后要落实我们原基法21条的实情统一权 第二件事情 他现在必须要修正这种 经济部一个机关独大 然后可以架空所有其他机关 还有法治的状况 所以必须要把像诸如我们的矿业法31条 或者是说现在没有明定的在矿权展现的时候 我们的矿业用地核定也必须要重新进行的这些程序 都把它给完备 也就是说要确保我们其他机关的法规 其他机关的权责能够被落实 第三个我们现在完全完全全矿业的资讯完全不透明 只有我们的立法委员的办公室去发文 然后参吹四寝才能要得到我们所有矿业开发的这些资讯 我们最近矿业用地 我们已经这样争取了这么多年 最近矿业用地的资讯才在网路上公开 但是我们还是拿不到D号 然后拿不到普资 那所以未来我们要求的是说 所有的矿业开发必须要比照现在的环平制度 他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网站 然后所有矿业开发个案必须要上网资讯公开 而且要有透明参与的机制 让全民都能够来监督 那最后一点 我们希望就是就像刚刚我们谢律师所讲的 国家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制度 来要求我们的这些企业 能够善尽他们的整副责任 能够善尽他们的企业的责任 他们在这里使用在地居民的资源土地 让居民不得不在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产业中生存 那他们也要善尽 他们离开之后 这些居民未来的生计出入的一个 怎么讲 就是最起码的一个负责 社会各界提出修法的声音 在研修当中 而且这个程序有按照进度 而且因为包括要跨部会 研商所以说我们研商的进度都是按照程序来进行 包括刚刚各位所提的四个修法方向 我们也都在矿业法 这是修法里头会纳入 我想我们也会尽数回应 大家关心矿业法的一些这个进度 还有期程来进行 显示六月底要送到行政院 六月底要送到行政院 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进度 还有程序来进行的